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气管炎和支气管哮喘都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疾病 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 慢性支气管炎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气管 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性炎症 它的发病特点是每年连续发病三个月或以上 持续两年或两年以上 主要表现为咳嗽 咳痰 或者搬入喘息 而支气管哮喘是由于多种细胞组分 引起来的一种气道的慢性非特性炎症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发作性的呼气性的呼吸困 这种症状往往在夜间或者凌晨发作或者加重 可以自行缓解或孕药之后缓解 这两者的非功能检查也是不一样的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在早期 非功能检查往往正常 而支气管哮喘的患者 他做非功能检查 他的激发实验或者舒张实验都是阳性 或者他的呼出器一氧化氮都可以携入我们进行诊断 此外 支气管哮喘患者往往有过敏史 比如说对花粉对油烟对食物等等的过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